罗马书第五章 所以我们既然因信称义 就借着我们的祖耶稣基督与神和好 我们也凭着信 借着祂可以进入现在所占的这恩典中 并且以盼望得享神的荣耀为荣 不但这样 我们更以患难为荣 直到患难产生忍耐 忍耐产生毅力 毅力产生盼望 盼望是不会令人亡羞的 因为神借着所赐给我们的圣灵 把祂的爱浇灌在我们的心里 当我们还软弱的时候 基督就照所定的日期 为不敬虔的人死了 为一人死是少有的 为好人死会有改做的 为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 为我们死 神对我们的爱就在此显明了 所以我们现在既然因祂的血称地 就更要借着祂免受神的愤怒 我们做仇敌的时候 尚且借着神儿子的死与祂复合 既然复合了 就更要因祂的生得救了 不但这样 我们现在已经借着 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与神复合 也借着祂以神为荣 这个好像 罪借着一个人入了世界 死又是从罪有的 所以死就临到全人类 因为人人都犯了罪 没有律法以前 罪已经在世界上了 不过没有律法的时候 罪也不算为罪 可是从亚当到摩西 死就掌权了 甚至那些不像亚当那样犯罪的人 也在死的泉下 亚当正是要来的那一位的预表 但恩赏和过犯是截然不同的 如果因着那一人的过犯 众人都死了 神的恩典和这一人 耶稣基督在恩典里的赏赐 对众人就更加丰盛了 这赏赐和那一人犯罪的后果 也是不同的 因为审判是由一人而来 以致定罪 恩赏却有许多过犯而来 以致称义 如果因着那一人的过犯 死就因那一人而掌权 那些蒙丰富的恩典 并且得公益为赏赐的 就更要因这一位耶稣基督 在生命中掌权了 这样看来 因一次的过犯 全人类都被定罪 照样因一次的异行 全人类都被称义得胜命了 因着那一人的悖逆 众人就被列为罪人 照样因着这一人的顺服 众人也被列为义人了 律法的出现 是要叫过犯增多 然而罪在哪里增多 恩典就更加增多了 罪借着死掌权 照样恩典也借着义掌权 使人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进入永生